东欧塞尔维亚在26号晚上有数万人走上了贝尔格勒街头 顶着低温来抗议选举不空 原来17号塞尔维亚国会选举而执政的塞尔维亚进步党 赢得46.7%的选票 但投票过程当中冲刺的仪式买票跟未造签名等违法投票的状况 而这种乱象已经被欧盟认定 这选举观察团认定选举不够 不满选举结果的学生在耶诞业示威跟警方爆发冲突 而更多民众选择上街移民敌吹哨的方式 表达不平责民 要求选委会裁定这一次的选举作备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